背面就是16这个充电32都是充电比较少的 三十二次13泼罗的大箱头然后我们拿这台看到没有13泼罗蓝色的这两台机器的话都是高宝的啊 然后充电也有16次首先我们来看机器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看它的屏幕到底有没有打磨 拿在手里的感觉也就是凭经验可以判断出它这个屏幕到底有没有打过磨 这两个屏幕很明显就是没有任何打磨的我们来测试一下 然后我们拿530泼 面这个是16这个充电32都是 其实有些华江北州当口老板它写着亮机 经过我们检测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的瑕疵 就是可以达到冲心的一个标准我们来看 看一看外观都是嘎嘎的心啊嘎嘎的亮啊 然后从这边看一下尾插螺丝 13泼罗是128G这是一台无数版的不是什么资源机不是什么全音机这是一台美版的官网在宝的等会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应急报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隐私分析数据这边电池先看一下电池100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充电才几十次嘛是不是我们再看一下隐私分析数据报告 没有任何的重启代码暗病凭经验看出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再测试它的屏幕灵敏度 这种机器可以说是准心机的一个机器像这个充电次数的话检测应该在二二年这样子才符合标准是不是完全没有毛病我们再看下来箱头 箱头没有任何的毛病的像这两台机器当过老板给我寄回来的行情是66啊因为这是一台高宝的机器高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在半年以上官宝的属于高宝的机器像这种机器充电几十次的它的价格是 是物有所值的外观刚刚我们也看了等会呢我们马上去检测一下它的验机报告它是不是如当口老板所说的是因为粉丝预定的我们肯定给给它检测好是不是我们马上切换到验机报告去好这是一台远风囊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验机报告我们来查一下验机 可以看到没有万一网还有两百七十二天保修充电16次符合这个标准验机报告这边都是全绿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台黑色的 欢迎宝还有220天保修充电33次电效率1002022年的机器 好验机报告一片全绿这两大机器呢所以拿回来也是它物有所值的一个行情 相信大家刚刚看完我的菜箱视频验机报告是不是很心动200多天的保修 紧实制色充电就是它的物有价值的所在 很多人找这种机器就是在于它的续航美版的机器就是有这么样的优点关于前面的开箱视频呢我里面谈到的价格是662 其实我说错了 这两台机器我们从那边带回来是5600左右不是662 我跟你讲清楚 说实话目前这样的行情已经是崩盘的行情 你们回想一下 如果你选择12破了麦克斯128斤都要在5000左右了 你们想一下 13破了麦克斯高刷的电池续航能力比12破了麦克斯还强 这种机器难得还不是入手的好时候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暂时的介绍到这里 这两台机器的话 你们有什么想法的可以写在屏处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购13破了麦克斯有帮助的话 顺便帮我点个赞 你的生活很灿烂